好 是從剛剛看到國際間高度戒備 台海有事 全世界都會有事 沒錯 目前為止我們國內在商討 這個藍綠的 特別是國民黨的 政黨的候選人之外 事實上全世界也非常關心 台灣在發生的事情 特別是中國可能入侵台灣這件事 我們最近當然大家最重視的就是G7 G7準備在5月19號到21號 要開始進行這個會議 但是除了G7會議之外 事實上拜登這一次 他準備要到日本去訪問之後 他還要去巴布亞 紐吉內亞 還有澳洲三個國家停留 那當然在G7的會談裡面來說 聽說這一次的這個會談裡面 會除了商談烏克蘭的事情之外 當然也會談到台灣的問題 甚至可能會對中國 也會有一些新的論述會出來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巴布亞 紐吉內亞也是非常有意思 因為最近一段時間來說 這個拜登可以說是 這十幾年來第一個訪問 成為第一個訪問這個 巴布亞 紐吉內亞的美國總統 那因為2018年的時候 習近平才剛訪問過這個國家 特別是中國最近幾年在南泰島 我是頻頻的拉攏 那包括說像這個拜登政府也同意說 在這個索羅門群島 還有東加共和國開設的這個大使館 同時在吉里巴斯可能也要增設大使館 所以某些程度來說 他們在南泰的這個爭奪戰也是準備 當然也是為了這個關島的安全 關島安全某些程度來說 也是為了台海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第三戰的時候到澳洲 要參加美日英澳四方的這個會談 那當然美日英澳當初的成立 就是為了中共而來 所以你看到拜登的多次的這個出國訪問來說 都是為了台海跟台海有關係的這個狀況 那另外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這一次這個莫迪也要跟拜登一起去巴紐 所以你知道他們兩個人也會在巴紐這個地方 或是說在南泰會有更多的合作 那原本美國就已經拉了日本進來互相合作 所以看起來的話 美國似乎是要有意要鞏固南泰這些島國的這個相關的這個關係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G7這一次的這個會議裡面來說的話 恐怕會有一個宣言是關切中國經濟威脅的這個聲明 那同時之間有會有更多的這個技術管制 那因為我們知道最近一段時間 拜登要簽署一個這個相關的投資協定的這個禁制 那這個會不會也在G7的國家裡面討論 這個都會非常重要 那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當然還有烏克蘭的議題 還有就是中國的相關的這個議題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這一次的這個G7 大家都在關注烏克蘭 還有台海的問題 那另外除了這個G7的會議之外 我覺得日本也非常有意思 因為日本的這個最近 最近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他對中國的態度是越來越強硬 因為其實岸田文雄 當然是想要這個讓 讓這個日本呢 恢復到過去的這個所謂的軍國 軍事強國的這樣一個狀況 那這個已經讓這個 這個中國相當警惕之外 事實上林芳正 其實他們的外務大臣林芳正 在過去一段時間 曾經被人家認為說他是親中派 但是沒想到他最近在歐洲訪問的時候 他就提到說 這個中國和俄羅斯強化軍事合作 表示擔憂 同時呢 北京要持續強化片面的這個企圖 然後企圖意圖以武力威脅東海 還有南海的現況 還有增加在台灣軍事活動來說 這是不能夠這個容許的行為 所以看起來的話 其實日本呢 這個連過去的親中派都表達了對中國這樣的擔憂 那除了日本的這個擔憂之外 歐盟也是一樣 歐盟在這個禮拜 這個上禮拜五召開這個斯德各邦召開27個國家的會員國裡面來說話 他們講到一個就是說 要如何修正跟北京的關係 沒有錯 目前為止歐盟跟北京的關係 跟中國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 他們都是 他們都是這個互相的這個貿易往來是相當的 相當的緊密 但是沒想到其實 最早提出要跟歐 跟歐洲要重新審視跟中國的關係的 其實德國呼聲蠻多的 特別是德國的外長貝爾伯克 我們他前一陣子他其實才 剛當面修理了秦剛 結果沒想到他居然也說呢 歐盟必須要從過去的錯誤中 汲取教訓 重新審視對華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非常有意思 因為德國對中國的經濟 這個依賴度其實是蠻高的 就 貝爾伯克他居然講出這樣的話 另外包括說像立陶宛 很多波羅的海的三小國的外長 都說我們要好好的來審視 因為這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俄羅斯跟中國的關係的這個狀況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歐盟外長同時還說了一件事 他說千萬不要天真的認為說 中國不會打台灣 他說要嚴肅的看待台海的軍事威脅 所以看起來的話其實 在有這個烏克蘭的這個經驗之後 歐盟對於台灣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壓力狀況 他們也認為說千萬不要忽視的一個狀況 好那除了歐盟的這個態度之外 我覺得美國也非常的在注意台灣這件事情 最近一段時間這個美國的這個 共和黨的這個參議員盧比歐 他提了一個叫做2023年威責中國先發制人的這個法案 他這個法案是說要求國防部制定保護印太地區 美國航空設施的這個掩體計畫 然後要保護台灣跟美國的軍事設施 不會受到中國潛在空中的活動破壞 所以他把台灣也框禁在這裡面 所以顯見美國是相當重視台灣自己本身的 武力的這個提升的這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台灣代表處的法案 那這其實是因為 這是由美國參眾議院的這個共和黨 還有民主黨人都提出這樣一個狀況 他說因為目前為止根據台灣關係法的 這個還有六項保證之下 提供台灣人民實質上 還有其他國家同等的外交待遇 所以在此政策之下 準備把我們在美國的這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要更名為台灣代表處 所以他事實上目前一段時間 這個美國也在尋求跟台灣提升關係的這個狀況 那我覺得我看到有一個消息 我是覺得蠻有意思的 因為美國不是認為說中國已經是發達國家 不要給你一些相關的這個優惠待遇 結果沒想到中國的發言 這個外交部的發言人就說 美國想給中國戴送一頂發達國家的帽子 這頂帽子中國戴不了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啊 你一直在說什麼中國富強 然後中國夢 結果沒想到 人家說你是發達國家不給你優惠 你就在那邊逃避 所以我再說其實中國是嘴巴自己敢說自己很強 但是從心裡面上 他自己都不認為自己是個強國 好 視聰剛剛看到 連歐盟都有共識要抗中 所以整個科技大戰以及封殺中國 可能再度惡化 沒錯 目前中國的確面臨到非常大的問題 特別是G7會議裡面 全面全面抗中的這些經濟議題 可能一個一個被端出來 但是我們來講說 其實這幾天來說 中國媒體或是說 兩岸最關注的議題就是一個 就是中國的OPPO 我們知道中國的OPPO 其實是中國的前幾大的手機公司之一 那大概前幾年的之後 他有成立一家折庫公司 要發展這個IC 他其實是類似說要做跟聯發科一樣的這個 算是這個手機的這個機瓶晶片 跟手機的這個晶片組的這個晶片 他發展的模式 其實要跟過去華為旗下的海獅很類似 那大家都原本對他寄予厚望 因為他當初挖了非常多台灣的人馬 他主要挖的是我們台灣聯發科的以前的 在中國主要的這個負責人 朱尚祖還有李中林 他甚至還從高通挖了一個 這個江信的這個高層 所以等於是說這個團隊是相當好 但是沒想到原本 他們最近期也有推出一些產品 主要用在一些譬如說像一些 所謂影像處理的這個方面 就是說OPPO可以自製 那今年準備要投產這個4奈米的這個CPU CPU就是手機的這個機瓶晶片 但是好像投產不順 結果在這個12號的時候就宣布說 因為我們這個面臨到不確定的因素了 這個折庫我們就確定說要把它停止營運的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要停止營運呢? 因為折庫目前為止大概約沒有有3000名員工 那折庫如果用這個目前的薪水來推估來說的話 中國的媒體預估說他一年至少要燒到 66億到80億台幣左右的這個數字 那為什麼現在要停要停辦 因為第一個 在去年的這個中國的手機市場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手機出貨量大跌了13.2% 那其中跌幅最大就是OPPO OPPO跌幅高達28.2% 也就是說他過去是說我手機出貨很多 所以我用自製晶片來Cover我自己的使用量 那是夠的 問題是我現在手機晶片賣的 我手機賣得不好啊 手機賣得不好的狀況之下 我如果還要再Cover這六七十億來說 我受不了 另外一個方面是因為 即使那是美國沒有打壓你 他現在還可以在台灣台積電投片4奈米的晶片 那萬一美國打壓你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他也找不到相對應的 他只能夠說好 如果美國打壓我投到中國的是4奈米 問題是不可能嘛 所以變成是說 他意識到說這是不可能走了一條路 所以他又宣布說 三千名員工我們全部都裁員 這非常震驚啊 為什麼 因為其實中國的半導體過去幾年 已經發展得非常不好了 結果沒想到又有三千名的員工 要出來被裁員掉 而且甚至還有人說 我還在被interview的過程就被裁掉了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這個影響是相當相當深遠 那不是只有折庫這家公司 因為中興剛好也發布了他第一季的財報 他今年第一季的財報 這個營業額是4.6億美金 然後這個利潤來說是2.67億美金 利潤率向降了大概53% 所以如果對比台灣的台積電或台灣的聯電 他是下滑的更糟糕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第一季的這個使用量來說的話 這個月末是68% 去年第二季的時候還有79% 所以下降的這個產能利用率下降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快 所以你看事實上中國目前為止來說 真的他的半導體發展出現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那怎麼辦 中國就繼續插錢 所以最近的一段時間裡面來說 美國的紐約時報就報導說 中國為了要所謂的去美化 他又開始命令第二期的大基金加速的投資 可是問題是這個根據美國媒體 或是說美國CIA半導體協會的預估就是說 這個可能就是完全有可能會是打水漂的一個狀況 好那中國科技業不好的還有一個名證就是 我們到過去呢 如果你講到中國的這個網路股來說 大家都會講到孫正義 因為孫正義過去一段時間是投資中國非常多的 可是他現在呢 他已經絕口不提中國的網路股了 他現在已經決定說要出清旗下的阿里巴巴的股票 他現在已經賣到只有剩下14% 他未來還會進一步的出清 他同時說我未來要轉進什麼 我未來要轉進AI 可能要發展日本版的CheckGPT 所以他其實某些程度來說 也在切割跟中國的關係 好那既然講到CheckGPT非常好之後 我們就講最近一段時間呢 台積電雖然股價一直沒有起來 但是最近又接到NVIDIA訂單 因為NVIDIA我們曾經講過嘛 這個中國的這個AI發展也要跟NVIDIA下單 那最近美國還有Google也發表了這個新的這個平台 看起來滿有競爭力 所以這一段時間呢 他會再跟這個台積電追加1萬片的這個晶片 在接下來一段時間 好那因為台積電真的是帶來非常多的財運 我們如果去注意到最近的日本的很多媒體 他們現在都會去拍什麼 會去拍熊本場 他說熊本場最近呢 他們的工作人員就說 哇好多人來拍啊 很多日本的Youtuber什麼什麼 各式各樣都去拍熊本場 那其實不是只有這些 連香港的房地產商都注意到這一點 我們香港房地產就說 那我們也準備要進軍九州 為什麼要進軍九州 因為其實這個台積電可能會帶來非常龐大的人潮 所以他們跟著他去 好那除了這個台積電有這個非常好的營運前景之外 但是我們要注意就是三星 因為三星現在好像就是靠著 就是台積電你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我們不是講過台積電到日本去有一個所謂研發中心嗎 他現在也說我準備要去台積電 去日本做研發中心 另外一個台積電在主推所謂的車用的晶片 他譬如說三奈米的平台要做出來 他說那我也準備了去跟這個特斯拉合作 可能未來要接這個特斯拉訂單 所以你看其實台積電目前的業績雖然說是展望還不錯 可是我們還是要留意來自於這個三星後面的 追兵的這個壓力 那至於中國的半導體 我認為是短時間之內 除非美國放活路 否則是沒有什麼前進的 好我們稍後回來 謝謝大家